所以说想练好30度和45度的线路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先把加塞练好 对对对对 挺好挺好 这是一个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45度 你想啊 其实45度就是这种概念 比方这角度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45度 差不多 30到45度的范围吧 都可以 这个球就是 比如说现在我们需要去叫这个9号球啊 这个角度比较大啊 这个球一般都是需要用着赛的 不用着赛的话 这个白球停不住 一打白球就弹很远 对就是打蛇彩 对打蛇彩会碰到这种 对 这是大角度的情况下 这是最常见的啊 角度比较大 正常我们一打 不管如果不加赛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推 它就是肯定是这种效果 肯定是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线路上 很难控制啊 包括力度上 所以这种球我们要控制线路 比如弹一户起来啊 就是要通过赛了啊 中竿 加点 左赛一推 啊 它那个线路就变了 啊 但这种呢 就是需要你会加赛 你要不会加赛的话 这个线路就打不出来 啊 啊